我想问一下还有没有人管 早饭从现在都没有送过来 1502 还有 我来大姨妈了 也没有卫生巾 我从昨天开始 一直打12345的社长热线 然后没有人 没有人能处理这个事情 报警 也没有人过来接我 然后我从今天早上7点半 一叫起来 我来大姨妈了以后 我就开始一直联系 你们这个隔离点的人 我从打共餐的电话 没有登录 打那个啥 疾控防疫班的电话 没有人接 打工班的电话 没有人接 我就想问一下 是没有人管吗 是准备把我们饿死吗 你先上桌上 这区域就没人系着 给你个房间 而且 为什么公班的电话 没有人接 前一秒 前一秒 战线 后一秒打过去 就是想着 一直没人接 前后就隔了 一秒钟的时间 我不知道他挂 那个电话 为什么接不起 我的电话 我现在就想问一下 我们这个早饭 能不能送过来 我来大姨妈 没有卫生巾 这个事情能不能解决 如果解决不了 就让我回家 我家有卫生巾 你家人家更送餐了 你家人家可以回家 怎么忙就送过来 那我想问一下 卫生巾这个东西 能不能解决 我们也不是买不成 我们也出不去 那所以呢 那所以我就要血流成河吗 我打了110 110说这个事情 必须要让我跟 你们沟通 让你们给我解决 然后你们又说 这个事情解决不了 让我跟哪 那你先跟我说一个地方 然后我去跟他联系 我去跟他交涉 实在不行 那你让我出去 我自己留着出去 我自己去买也行 你先回房间好 我到这边给你联系 等我这儿 只要给你回房间去 是饭是吧 饭都不直接 你先给你解决饭 我先给你解决 好吧 那我想问一下 为啥这个电话接不起来 我家孩子从早上8点开始 一直饿到现在都没有饭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吃饭 你们觉得这样合适吗 我就想问 还有人管没 我现在 我现在这个地方又冷 每天的饭都是凉的 本来我大姨妈 应该是七号来 我连着吃了 这两天的凉饭 我大姨妈 直接提前到一号就来了 我现在特别难受 如果痴呆不行的话 你们就给我叫那个 120期就 帮我拉到医院寸了 能不能给我给我的房间送一下卫生纸 因为我现在没有卫生巾 这个鞋很快就送出来 我需要电卫生纸 还有矿泉水 我们房间现在矿泉水就剩两瓶了 你说饭让人吃不了 是不是水应该能让人喝 怎么能又饿又渴吧 150是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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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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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